喂 怎樣? 走了? 是啊 去哪裡? 回家 跟著呢? 做機 不做可以嗎? 不做你養我嗎? 喂 又怎樣? 我養你 Cooker,恭喜今年蘋果銷量又低 你先養你自己吧 傻子 好 大家好 我是阿鵬 2021年又快過完了 你們的學分修滿了嗎? 考驗準備的怎麼樣了呢? Q4的KPI還差多少呀? 反正我是穩穩當當的 畢竟只是一個畢業了N年 年近20 18線的小UP主 現在只關心可不可以每天都是瘋狂星期四啊 一年到頭總結來總結去 估計都還倒高高 還是展望一下未來比較帶感 2022年的科技券啊 我最關心的事情 那就是新的一年 Cooker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新玩意兒呢? 那麼今天就一起來盤點一下 2022年一定可能大概率會出現的蘋果新品吧 眾所周知 iPhone呢是蘋果每年必有的產品 2022年款的iPhone呢最大的亮點 估計是改用打孔屏啊 拋棄了用了N年的劉海 大家會更喜歡哪種設計呢? 彈幕可以走一波 不像安卓機那樣啊 外觀設計年年都免費換新 根本就找不到規律 改用打孔屏對蘋果來講啊 那是智的飛躍了 我小手一算 蘋果從劉海改到了打孔 花了五年時間 那到屏下前設 大家覺得也得用幾年呢? 2022年蘋果99.9%的概率會砍掉mini這條線 只有6.1英寸的iPhone14 iPhone14 Pro和6.7英寸的iPhone14 Max 還有iPhone14 Pro Max 行情砍掉啦 別丟人線點啦 續航不行 散熱也不行 平時呢就掉針就卡頓 日內話退錢啊 先生啊 這邊建議您去天才八隔機呢 隔完就沒事了 我算是明白了為什麼mini這條線 蘋果賺不到錢了 手感呢是無敵好 但日常使用體驗 真是刷了下線啊 用戶又不是小笨蛋 肯定不會買賬啊 那些網上嚷嚷著小屏逼買的 可讓庫克虧慘了 丟失了0.0000001的勝利 他們全責啊 順便啊 珠海某小廠也急哀吧 下輩子別信男人的嘴了 2022年款的iPhone有一定的概率 會取消lightning的充電口 改用USB-C 有可能 但機率不大 畢竟獨一檔的才是蘋果嘛 反正都用了那麼些年了 非必要 為何要砸自己的飯碗呢 第二個產品呢 iPad也是蘋果每年必出的新品 首先呢是入門級的iPad 2022年款呢叫做iPad10 照往常的習慣 主要呢是以換新為主 別的方面 一般不改 畢竟成本就放那兒了 這次應該會換上更強一點的A14的芯片 外觀呢繼續Home鍵的設計 起售價呢也不會變 不用重新開模 就憑低價輕輕鬆鬆輕了口層 簡直不要太爽哦 新款的iPad Pro呢也可能要出新的了 升級的點呢 那就是支持無線充 Maybe還能夠反向充電 算是跟進了華為的Maypad了 我覺得這是個好功能啊 如果可以同時充好幾個產品 那足以替代TESTS附中的AirPower iPad Air呢也一定幾率會更新 畢竟今年還沒有推出新的呢 之前呢說是會上三星的OLED品 但是最近線源又改口了 繼續用LCD品 Air呢還是有一定的成本壓力的 事於iPad mini暫時就沒有什麼消息 估計2022年會斷更 MING PAO CANADA 哎呀 哎呀 你撞死我啦 第三个产品Apple Watch 2022款预计会有三个款式 Apple Watch 8 Apple Watch SER 以及一款极限的运动手表 这次的八代最大的改变就是外观了 本以为今年的七代手表 外观就改了 结果放了飞机 八代可算枝楞了起来 和iPhone、iPad、MacBook、iMac 统一了设计语言 如果这再搞个刘海的话 那肯就真的大一桶了 先生啊 我想应该是先打孔 带动后打孔 问题解决了吗 Apple Watch S12定位是入门级的 外观和七代类似 设计上略微调整 功能也不是很齐全 依旧是没有长线、血氧和吸电图的功能 但是该有的都有 重点就是便宜嘛 价格2000块钱出头 至于极限运动款 是在八代的基础上 外观采用了加固的设计 会更紧更耐操 适合专业的运动员 第四个产品呢 不定期更新的 MacBook 2022年大概率呢 会更新MacBook Air 将采用M2的芯片 而且和iMac一样 是多彩的外观设计 你还别说 如果真是这样 那粉色还不买爆 就是同样一个问题啊 我就比较好奇 新款的MacBook Air 会不会也有刘海呢 哎能不能不要刘海就咱拿一丑啊 先生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因为苹果做了刘海 所以苹果才没刘海 这是一种哲学 还有小概率更新入门级别的MacBook Pro 毕竟今年是14英寸和16英寸的 13.3英寸也有一定的更新需求 传闻还有Mac mini和Mac Pro 我感觉就不太会有啊 用户基数相对来说没那么大 没必要常更新 第五个产品AirPods Pro 2 满打满算 AirPods Pro一代都发布了两年多了 24期分期免息都还完了 新品也该上线了 用上更强的HR芯片 会有更强的降噪功能 不得不说 要不是因为方便 就AirPods Pro的那点降噪能力 我都不是很想带出门 所以增强是势在必行的啦 AirPods Pro 2的耳柄呢 可能会进一步的缩短 等一下 这索尼降噪豆是不是有话要说呀 不过啊 怎么搞得好啊 我只是希望 新款的AirPods Pro的故障率 可以低那么一点 什么爆炸声了 该整就整好吧 虽然啊 一去天才吧 就给你换新的 是很爽 但跑一趟也不容易啊 第六个产品 iPhone S13 咋说呢 就这产品 入门级别的iPhone 旧品 装新酒 A15芯片套上iPhone 8的外观 性能拉满了 但只有4.7英寸的屏幕 还是LCD的 你说这能用吗 确实能用啊 但用着就不那么现代了嘛 忍者见仁啊 如果出了 大家会买吗 至于网传的改成直边框啊 感觉几率是不太大的 毕竟这得另外开模 酷克老财迷了 不做亏本的生意啊 最后大家来猜猜 我心目中 2022年最期待的一款产品是什么呢 嘿嘿 没错 就是苹果的抛光布2 Pro Plus Ultra Max了 诶 你猜对了吗 好了 以上就是视频的全部当中 如果你喜欢视频 别忘了记得三连支持一下 我是苹果设计视频 再见吧 摩摩的